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丁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116号 话说这徐凤年走出了车厢 他坐在了青鸟的身边 他轻声问道 还有多久到建州啊 这青鸟想了想 快则一寻 慢则二十天 徐凤年答应一声 抬头望见此周境内最高的匡庐山 我们今晚呢 就在山顶歇脚 这建崖背面山腰 有一条千丈瀑布是垂流直下 据说运气好的话呀 清晨日出时分 在山顶可以看到瀑布变为金色 到龙虎山 差不多立秋 上山过程中 徐凤年呢 始终跟青鸟是插壳打婚 傍晚登顶 点燃篝火 吃过野味丰盛的晚餐 徐凤年走到剑崖附近 大风扑面 他盘膝而坐 羊皮球老头走到他身后 徐凤年问他 开始啊 这老建神摇摇头 今天算了 看看风景也好啊 徐凤年有些遗憾 两袖青蛇 能多扛一次 就是一次的福气呀 这老头啊 勾搂着 站在那悬崖畔上 眺望着蜿蜒如长蛇的壮丽山川 他轻声说 为什么不留下姜泥啊 啊 徐凤年平静道 这次留不下了 李春刚点了点头 没有在这个问题上 为难世子殿家 要徐小子与曹长青 这老儒生斗法 实在是强人所难 徐凤年欲言又止 这老头笑 想知道 老夫从未跟你提起的 一键开天门 徐凤年嘿嘿一笑 老建神淡然说 有些话呀 本想回到北梁分离时再说 既然天师地利人和都齐全了 老夫也就不吝啬这点陈年久事 徐凤年下意识的正心微作 竖起耳朵仔细的聆听 李春刚自嘲一笑 可知老夫当年为何下了斩魔台 便境界大退 徐凤年摇头 不知道 李春刚停顿了片刻 许久才回过神 他叹气一声 老夫用剑 剑意几点 比两袖青蛇 犹犹元胜 便是那 撞响天钟 动开天门 杀天人 曾有剑道前辈嘲讽 既然世上无蛟龙 那你那几剑 便是屠龙记 只是个笑话 徐凤年正有疑惑 这老剑神摆摆手 凡尔道 何谓天人啊 徐凤年苦笑 小子见识短浅 自然不懂了 老剑神李春刚 笑了一声 三教教义不通 根底却同 古人书 异于天地准 故处迷伦天地之道 这便是天人门槛 卢家圣人 道教先人 世门活福 莫不是如此 陆地神仙的说法 由此而来 一平四境 不是瞎掰的 金刚出自礼服 只旋赞道 天象则是一美儒教 唯由陆地神仙 五分三教 到了此境 便是神仙 便是天人 徐凤年只觉得眼前 豁然开朗 李春刚 沉声说 老夫练剑的 李只一剑出窍 杀天人 那一世 剑术剑招 甚至剑义剑刚 都不算顶跤 老夫 误打误撞 每次使用此事 李求一剑杀敌 识想 老夫二十岁 便几乎站在 剑道巅峰 此后二十年 逍遥天地 每次递出此剑事 一往无前 从未有人能活下 老夫的剑 越发凌厉无比 一剑第一剑 真正是算得上无敌了 当年输给王先知 木马牛被轍 这并非是老夫 斗不过那时候的 王先知 惜财而已 老夫才未递出这一剑 否则如今世间 便再无五地成的 天下第二了 徐凤年文言 如遭雷尽 这老头 无限感伤地说 知道老夫 取龙虎山 求仙丹 齐宣真 飞升在即 讲道理 我与其老头 分明是鸡同鸭讲 谁都说不服谁 齐宣真 便说要是那一剑 赢了 他便交出担药 输了 当然一切休输 徐凤年难难道 前辈输了 李纯刚眯着眼睛说 输了 从此老夫再无见到 境界一切千里 老头冷笑着说 既然到头来杀不得天人 这一剑便是空中楼阁了 徐凤年心神激荡 他好奇地问 何谓神仙天人呢 李纯刚游泳了一下 如是道三间 老夫只见识过一个天人 齐宣真 只知道道门真人 到达陆地神仙境 精神气炉中相见结婴儿 可出窍远游千万里 五百年前旅足飞溅千里斩头炉 便是这个道理 徐凤年轻轻说 如此一来 那世间还有敌手吗 李纯刚讥笑 到了这等境界 谁还会去理会世俗纷争啊 比如 你是北梁世子 会去跟乞丐争抢 那几个铜板的施舍间吗 再者 道辞境界者 谁的心性不是坚弱磐石 与天地大道契合呀 信思乖章者 多于旁门左道 无法正道 那黄龙甲 自于黄三甲 功力智力 皆是当是朝一流 可他何尝误了 不是他不愿 为时事携泰山 已超北海 他不能 徐凤年呕了一声 跟随李纯刚 一同望向远方的天地 星框神怡 胸中气机 如雷鸣蟒游 老剑神 摘下插鱼发际的匕首 丢给世子殿下 没好气的说 江丫头临行前的 我将这柄神符转赠给你 老夫不舍得 也没法子 徐凤年握着神符 愣愣出神 李纯刚转身离去 他嘀咕着 一个赠神符 一个送大梁龙去 逗他娘的是败家子 徐凤年摘下春雷袖东双刀 插入地面 闭目养神 右手拖着腮帮子 左手五指旋转匕首神符 似睡飞睡似醒飞醒 不知是短暂一刻钟 还是漫长千百年 徐凤年猛然睁眼握住神符 只听见悬挂剑崖的千丈瀑布 轰然乍响刺破耳膜 崖外天地间云雾弥漫 紫趣生腾伸出一颗巨大头颅 那头颅分明于徐霄蟒袍上所绘的 蟒龙景象有七八分相似 天王怒目张须 他口吐紫气 双目紧盯着徐凤年 正宁恐怖至极 一道身影如彗星流营 仿佛千万里以外飞旅而来 落到不知是蛟龙 还是大蟒的头顶上 人为至前生一道 得到年来三甲子不曾费剑取人头 天庭未有天福至龙虎山间听全流 徐凤年痴痴望去 只见来人通体晶莹如玉 双眼时光滑流转 只有身上穿着的一席龙虎山道袍 破如凡间的物品 徐凤年猛然惊觉 有天人出窍成龙而来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徐三是个游子 家里排第三就被换作徐三 小伙子长得结实 年轻力壮 可惜呀生迟了 没那福气掺和到春秋大战中去 捞不到什么宫军 他所在的基明寺驿站 官老爷留老头运气好 在西磊壁驿站中 展落首级六颗 年纪大了 从北梁军退下之后 博取了个驿站头头的小立官职 虽是两窑人士啊 但在战场上颠簸太多 身子骨不如轻壮 畏惧北地寒冷 便举家迁到了南方 平日里没事啊 就跟徐三这些个小伙子 说那些个春秋九国大战时 如何如何的惊心动魄 尤其喜欢说那北梁王是何等的英雄气感 每次啊 那都要唾沫喷人满脸 刘老头嗜酒如命 说起往事的时候 酒气格外的重 徐三在内的十几个游子 也爱听刘老头说那些个兵戈硝烟 次次听到那些长谈老调 也不厌烦 徐三最是如此 恨不得爹娘啊 早把自己从娘胎里边赶出来 别的不说呀 现在天下乾坤大定 乡里百姓再贫苦不济 都不用担心出现掉脑袋的灾祸 守着吉姆几分地 家家户户 好歹总有个盼头 逢年呢 要是下了几场 几尺厚的大雪 以往老人家都感慨 就这鬼天气 又得有谁熬不过去了 可现在不一样了 在火炉子上边看着雪 都笑着说锐雪照封年 徐三不曾读书识字 但道理还是懂的 老头说啊 这驿战是北梁王亲手打造的 三十里一翼 谁敢苛扣游子 也就是说这一族的薪水呀 甭管你是多大的官老爷 那就是咔嚓一声 当下当场就给你脑袋搬架 再者这徐三与那北梁王兼大驻国的大将军同姓 成了游子之后啊 每次跑马递信都格外勤愧 只觉得不能辱没了这个姓氏 昨晚八百里加急 而至那鸡鸣驿站 这刘老头吓了一大跳啊 要知道将官府文书送来的建庄义族 才到驿站 只说了一句 奉旨送往龙虎山 交由大驻国 便连人带马历劫而死 刘老头还事一周 只有徐三不言不语 火速从马厩里边牵出了一批 比对待亲媳妇还爱护的骏马 解下包裹 记在博中快马驾兵直奔龙虎山 北梁王打造 王朝驿站将近两千 曾言一族上市天路 当拼死一马当先 徐三粗鄙啊 大道理说不出 但知道一马当先是在说什么 此时此刻 徐三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吊着几尽是人死灯灭 他不断告诉自己 再有二十里地就到了 再撑回不能死 若是耽误了北梁王的大事 愧疚那一命之恩 徐三有何脸面立于天地之间的 事业朦胧中 道上有一人飘然而来 徐三所成马匹 前座一软 当场暴毙在尘土之中 将徐三狠狠地摔了出去 徐三滚落于官道 看不清那人容貌 只依稀见得道袍 他攥紧包裹 竭尽全力撕雅道 即明一战 徐兵 八百里加急 求道长 送往龙虎山 道人蹲下身点了点头 有子徐三 艰难转头看了眼 当场毕命的爱马 在望向龙虎山方向 契机断绝 竟是死不明目 中年道士轻轻一探 替这名年轻一族合上双眼 拿下包裹解开 露出一卷明黄色的圣旨 他右手持圣旨 左手负于身后 脚尖一点 身形如惊鸿灌日 使人不得见真容 中年道人 长驱直入 直到徐子王旗下 丢出圣旨 转身飘然远去 空中左右两波雨 箭凝滞 不潜不坠 等那道人身形箭去 才轰然落地 那一年千军一发 山上皇子道士 与山下北梁铁骑 终于因为这一道圣旨 换来可贵的 香安无事 却说今夜 姓名道号不见于龙虎山的中年道士 元神出鞘 驾临 匡庐山 见世子殿下 收好匕首神符 随意别在腰间 拔出双刀 站于龙头之上的中年道士 古板说道 贫道 曾与徐霄 在山脚 见过一面 徐凤年记起一桩 从楚禄山嘴中 偶然得知的尘封往事 他仰头问道 你是龙虎山下那名 宋旨道人 中年道人面无表情的说 正是 徐凤年犹豫一下 倒握双刀 他弯腰行礼 徐凤年 见过仙长 家父私下曾言 龙虎山上通悬第一 而非五十年前 登仙的齐真人 中年道士无动于衷 只是俯视着徐凤年 以及那柄神符 徐凤年依旧低头行礼 小子很好奇 为何仙长可登仙而不登 可入天门而不入啊 中年道士平淡的说 贫道姓赵 与天子同姓吗 寥寥四字足以解释许多谜团 为何上代大天师 不惜以兽唤兽为先帝续命 为何朝廷要对龙虎山 射封再射封 将这座道同祖庭的地位层层拔高 为何当代天师赵丹平 能在京城里边如鱼得水 那又为何那白莲先生能得宠啊 徐凤年双手微颤 他抬头咬牙倒 仙长已是方外人 猜不透年纪大小 与修为高深的道人谴笑 可有听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何况贫道上尉登仙 匹佑后人一二 有何妨啊 徐凤年一问再问 再次询问 不知仙长这次以出窍云神大驾光临 有何教训呢 中年道人并未回答问题 而是伸手指了指徐凤年身后 徐凤年不敢转头 生怕自己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倒是咒着没说 贫道虽称不上道德圣人 但也不至于与你这小辈计较 当年与徐修也是这个道理 子孙自由俘获 只要不是被人故意偏差 便是国王足灭 贫道也不会出手扰乱天机 徐凤年文言这才转头 他瞪大眼睛 不知何时啊 自己身后盘踞着一头 吐露红杏子的巨蟒 与那条张须天龙对峙着 大蟒对天龙 这条似乎已经盘踞整座山头的巨蟒 依然不惧 徐凤年对那探出头颅的黄金天龙 十分敬畏 不知为何呀 对雪白大蟒 竟是半点不怕 反而是一股发自心底的亲近气息 而那巨蟒啊 见到徐凤年转身之后 低下硕大如箩筐的脑袋 蹭了蹭徐凤年的额头 天龙似乎对这大蟒生出怒意 口喷紫气越发的浓郁 身形再身高 露出半截的张牙舞爪 对着匡庐山边一声怒吼 紫气犹如实质 凝结出一根紫柱冲撞而来 老子管你他娘的是天人还是神仙 天底下没有让他徐凤年任命求死的道理 徐凤年刚咬拔刀 那盘在山顶的大蟒搜的抬头 直起身躯 一口咬住龙气紫柱 瞬间将其咬碎 恍恍惚呼犹如站在众生之上的中年道士 只是冷眼旁观 天龙怒吼 徐凤年看到天空中 再见不到半点繁星 云气翻滚 汹涌如怒涛 在天龙头顶汇聚 层层叠加是越发的硬密 凤年 徐凤年正恐惧于那金黄天龙无可匹敌的威势 耳畔听闻熟悉入骨的嗓音 他猛然转头 看到那人在这生死关头 竟然对天地万物都浑然不绝 只是泪流满面 那是一位白衣女子 他曾一剑出剑种 他曾白衣雷响鱼龙战鼓 他曾罚她捧疏面壁 他曾穿着徐霄亲手绘制的布鞋 孤身入皇宫 徐凤年嗓音沙哑地小心地喊道 娘 只怕是喊大声了 他便随风而逝 他身躯通透 缓缓飘荡而来 犹如敦煌飞天 他悬浮空中 似乎想要轻浮儿子的脸颊 中年倒是终于说话 他冷哼道 阴魂不散 有为天道 他一挥道袍的袖口 将巨大白莽的头颅砸在地面上 无疏 还不速去黄泉 再一挥衣袖 刚风大起 距离徐凤年才极齿距离的白衣女子随风后退 那女子抬头冷叫 赵皇朝 那你又为何不入天门 徐凤年看见娘亲身体逐渐模糊不清 化作流滑散去 他彻底地陷入癫狂 双目赤红 伸手他想要抓住 那中年倒是终究是当之无愧的陆地神仙 全力通天 本就违逆天机的他艰难前行 任由魂魄消散 他伸出一只幽莹的手 握住徐凤年的手 中年倒是浩然道气 扑天盖地的倾斜而下 抬起手掌怒道 天盗威威 邪魔退散 瞬间天雷滚滚 道人一掌拍下 道士替天行道 天发杀鸡 白衣女子有脚及腰 与巨蟒一同 缓缓消逝如尘埃 泪流满面的徐凤年 撕心裂肺 娘 他微笑着 面容慈祥的 凤年 娘照顾不到你了 真舍不得呀 徐凤年风魔一般只是摇头 那一瞬 二十年人生 在脑海中走马关灯一般 一闪即逝 直到浮显起李纯刚那一句 我有一键开天门 徐凤年只觉得浑身炸开 撬穴炸雷 精脉炸雷 血肉炸雷 魂魄炸雷 所有的所有都炸得一干二净 老子今天便是死又何惧 娘亲死了 你这死倒是连娘亲的魂魄都敢驱散 老子便杀不得你吗 他转身面朝 金黄天龙与中年道士怒声吼道 去你妈的天道 我有一刀可斩天龙 徐凤年手中本无刀此话已出巨蟒流莹汇聚 一柄雪白神兵握在徐凤年之手 我有一刀可杀神仙 一刀破空天地变了颜色 再无天龙 再无仙人 徐凤年缓缓睁开眼睛 狂炉山巅 分明风轻云淡 也无李纯刚与青鸟等人闻讯赶来 徐凤年低头望去 神符扔在手指间 笑动春雷插在地上 徐凤年摸了摸脸颊 浸食泪水 原来做了个梦啊 徐凤年转头挤出一个笑脸 望向寂静无声的虚空 娘 走好 再转头望向心空 徐凤年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有一刀 可杀天龙天人 听众朋友 雪中汗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风火器诸侯 由大斌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斌小说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汗刀行今天为您播讲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